哈喽,你们好 我是陈汉祖博士 来自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研究学者 日常最喜欢探讨一些信仰的话题 比如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读经 怎么样才称得上信主得救 就让我从信仰的最基本教导入手 和大家再次back to bible 对信仰有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观念 基督徒为什么要读经呢 那些牧师经常说 相信耶稣就要天天祷告 天天读经 我们知道祷告是什么 读经 不就是读一本书而已吗 我抓破头也不明白 为什么要读经 等一下 我现在已经是爆炸头了 其实读经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很大的祝福 真言三章第一节说 我儿不可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岁与平安加给你 上帝说 当我们愿意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受到祝福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也说过了 他说他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 都应该与主耶稣联合在一起 在常常 在主耶稣里面 但主耶稣在15章第7节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 我的话要常在你们里面 也就是主耶稣跟我们说 如果我们要常常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就要读圣经 用圣经与上帝亲近 所谓翻到哪儿 读到哪儿 这样就知道信仰是不是真实的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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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还没有迎娶玛丽 对了是上帝向我说要迎娶玛丽 有些基督徒很喜欢随意翻开一篇圣经 就读那篇经文 但其实读圣经最好的呢 是有系统地把整本圣经全都读完 圣经呢是分为旧约和新约 旧约和新约的就是以主耶稣来分的 在主耶稣出生之前呢就是旧约 出生之后呢就是新约 那么整本圣经基本上呢是以主耶稣为中心 今天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的生平 他的教导 还有基督教基本的教义呢 最重要的是先明白新约 因为新约呢是讲得比较清楚 当我们把新约完全读完之后呢 你再去看旧约你就会比较明白 因为旧约很多时候呢 就是预表了新约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读完新约再去看旧约呢 很多事情呢你会比较清楚的 你看这本圣经啊 比字典还要厚啊 哪里有可能读得完啊 圣经是不是永远都读不完呢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每一天读三张圣经 不是三本书啊 是三张而已 接着星期天你有空的话呢 你读四张圣经 这样一年之内呢 你就能把整本圣经呢 全都读完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计划 以及有恒心 如果你没有计划的话 你的确永远都读不完的 读圣经 当然要找那些方圆百里之内 都没有人来的地方 才能慢慢地闭门读经 吸收圣经的精华嘛 可是我们这种城市人 去哪儿找这么多地方读经呢 很多人都有些错误的观念 觉得一定要找一些很安静 完全不受骚扰的地方 才可以读经 其实不是这样的 平时你乘搭地铁挤巴石 甚至你去剪头发 都一样可以读经的 好过你看八卦杂志啊 很多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养成一种 随时随地读圣经的习惯 如果我们早上起来 能够花一点时间先看圣经 先灵修 再上班去的话呢 一定会对我们的灵命 有益处的 我就不信 圣经几个字 可以解决我生活的问题 圣经也写了两千多年了 早就过时了 哪里适合我这些 走在时代尖端的青年看呢 圣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不会过时的 而且人性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改变过 几千年前的人 他们是这样 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 到了今时今日 我们的人 也一样会犯同样的错误 圣经说 上帝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几千年前的人 他们需要上帝带领他们 今时今日 我们同样需要 上帝的话语来带领我们 圣经告诉了我们 我们基督徒呢 都是身处在一个 属灵的战争里面 撒旦魔鬼呢 是常常要攻击我们 那我们用什么来抵挡撒旦呢 就是凭着上帝的话语 就好像昔日 主耶稣在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主耶稣同样用上帝的话语 去抵挡魔鬼 以佛所述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语 就是圣灵的宝剑 今天我们要抵挡撒旦呢 就要靠着上帝的话语 圣灵的大能 才能抵挡撒旦的 所罗门的儿子 罗伯安 罗伯安的儿子 睡着了 读圣经 真的好难好难 很辛苦的 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读不懂圣经 是因为我们对整本圣经不够熟悉 如果你能够熟悉整本圣经呢 很多时候呢 你就能够前后呼应呢 就很容易明白的 例如是创世纪第四章 提及到两兄弟 该隐和亚伯 上帝呢 悦纳亚伯的贡品 不悦纳该隐的贡品 后来该隐很生气 就杀死了亚伯 但整本创世纪 是没有向你解释 为什么上帝不悦纳该隐的贡品 因为那答案呢 在新约 希伯来书呢 才告诉我们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呢 才告诉我们 因为亚伯在献祭的时候 是凭着信心献祭 该隐呢 就没有这种信心 所以上帝不悦纳该隐的贡品 所以你看见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读圣经呢 可以以经解经 在圣经里面呢 有很多地方呢 是互相可以解释的 那当然读圣经呢 不一定自己一个人读的 你也可以上教会的时候呢 和弟兄姊妹呢 一起去查经 或是听牧师解释圣经 一样会对自己有帮助的 身为一个博士 我有一个原则 每读一本书 只会读一遍而已 再多读一遍 这就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而且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圣经 我也只会读一遍而已 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应该好像 刚刚出生的婴孩 可慕奶一样 去可慕上帝的话语 因为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对我们来说 就好像生命的奶一样 帮助我们成长 你不会对一位孩提说 你吃了一次奶 就永远不用再吃了 不会的 因为你的生命 需要这些奶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 需要上帝的话语 帮助我们成长 而且呢 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的每个阶段呢 体验都不是一样的 好像有些人 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如果他读约伯记呢 他可能很多的时候呢 无法去体验 约伯的痛苦 但他自己经历过人生很多的痛苦的时候呢 再去看约伯记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当中有很多安慰 当中有很多生命的智慧 约伯书亚纪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上帝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 要常常读他的说话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接着呢 要昼夜思想 就是从早到晚呢 常常要反复去思想 反省上帝的话语 然后呢 要把上帝的话语 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遵行上帝所教导的一切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上帝的话语 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 产生一个很大的祝福力量 改变我们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